尺狀所表达的意思是 子弹从车子里头射出来 外面是属于翠裂面 但是这张弹孔是 吉普车进入奇美地下室之后 三小时之后出来的 它变成平滑状 开出来时弹孔毛边变平滑 认为玻璃有被动手脚 而且当时在陈水扁和吕秀莲的吉普车 根据挡风玻璃上弹孔内索外阔 推断是由车内往外射穿 推翻各界认为子弹是从外部射进去 分解当初影片 当时陈水扁和吕秀莲 站在吉普车上向民众挥手 枪手从两人中间开两枪 足够没打到人 也没把玻璃射穿 甚至认为就是随乎警卫官卢孝明 开第三枪造成玻璃碎裂 完整看一次 事发当时左边的保安警车 和后座国安人员 与侍卫长张春波互动 后来机车停下 遭到怀疑的后座国安人员 准备下车 接着小跑步再跳上车 张春波与这位跳上车的特勤人员交谈 这是另一辆保安远警 后座在特勤人员 拿一个黑色工序包给随护警卫官卢孝明 后来这位特勤蹲在陈水扁 和吕秀莲中间伸手 就是这个动作被扶小姐怀疑是枪手 疑似占由卢孝明补义枪 这才击破挡风玻璃 因为她当时被指示回吉普车上找钢珠时 车上没有任何玻璃碎片 但后来开放媒体拍摄和官方鉴定报告 都出现玻璃碎片 她有说 我天天都在看弹孔的 这个弹孔从哪射的 我们也是很清楚的 但是她没有说出答案 是从哪射的 福小姐根据这份各电视台 未经剪接的原始画面纪录片 她发现当时吉普车 还没到李昌玉设定的枪手作案热区 车子的挡风玻璃 就已经出现疑似碎裂小白点 而且位置和后来出现弹孔的位置一模一样 福小姐指出种种疑点 一点一滴拼凑 希望319一案 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中间新闻黄敬盈 李怡婷台北开放报道 邱毅仁先生 2004年沉睡变两颗子弹 你一手导演 打在沉睡变身上 2020年大选 你要打在我韩国瑜身上 我跟你直球对决 我就要韩国瑜 号称百年难得一天的政治器材 我看得懂你们在耍什么 你过来啊